局中女將陳文慧 十號凌晨將出戰 巴黎奧運女子71公斤級決賽 三年前東京奧運 她勇奪60公斤級銅牌 但這屆量級縮減 陳文慧被迫改戰71公斤量級 難度也提升 最辛苦可能是像我剛吃 從64剛吃上來71公斤級的時候 那時候在吃體重的時候 比較有遇到一點瓶頸 就是可能吃一點點 去年雅錦賽 她在女子71公斤級復出 以抓舉101公斤 停舉131公斤 總和232公斤完賽 並在停舉總和拿下兩面紅牌 教練黃達德說 增重7公斤 不要說女生了 有些男生也不願意 認為選手心理上過不過的去 是第一道關卡 是因為明年的巴黎奧運會 是71公斤級 然後就是因為量級的關係 所以勢必一個國家只能派出一個選手 然後59的話就是有我們的學姐 所以我剛好我身高也還可以 所以好像也可以讓我再繼續往上 後場必須有三個教練 一個教練組教練 看幸存的作潮 一個必須觀看世界各國的動態 第三個必須在記錄台 盯著記錄台 看各國教練他們的加重情形 所以這兩個要素是非常重要 像文匯現在也是 我們都是默默的耕耘 舉重要舉起自身體重兩到三倍的重物 要有肌耐力強度和技巧訓練 還得維持體重與足夠體力 選手體重增加也要能舉得更重 陳文匯從去年到現在的每一場比賽 成績持續往上走 要在巴黎奧運拿出最好表現 麗平站上頒獎台 TVBS新聞中華報導